这个是种愿意 有人问我怎么样晓得明难 参会也可以 发愿也可以 做功德将功之罪也可以 你认处 反省 造福 谁会 通通都可以晓得明难 只是说你不肯做了 我们下面一个 也是一个凡愿的领佛的一个机遇 大师菩萨的凡愿的机遇 当我们不了解佛法的时候 看到第一句 就叫做 四方三四佛 我没头第一 哎呦 佛地世界还有第一名 还有第二名啊 四方三四佛 我没头第一 那就 释迦牟尼佛是第二了 亚四佛就是第三了 那个什么佛就是第四第五了 不是 每一个人都是佛 这每一个人的自己就是最伟大 我们的佛第一 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是第一 幼石佛也是第一 什么佛都是第一 像我们大家 在释迦上虽有贫穷富贵 但是在人格上 在我们的费性枕楼上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这个彼此不差的 所以说历尽主佛 人格的平等 这一个大愿菩萨的翻愿文 或者回乡机 翻愿 我愿意 你这一句佛号 福利世间上你的离苦等落 你犯了这样的愿 这个愿意 也是就一种回乡 就是回乡向大 回字向他 回事向利 你又负一句 所以这是一 可是要 所以要普利全世界的众生 这个就 这个理论上 无量无别 所以我们在佛教的修行 懂得忏悔 懂得法愿 懂得回乡 在这个念佛净土中 修行的地面 都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讲到的十种愿力 有些人就会问我应该怎样做才是消灾面难呢 其实 忏悔 法愿 做功德 认错 反省 做福社会 通通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只是差在我们肯不肯去做的 接着来所讲的就是大慈菩萨的法愿 往往有一些我们不了解佛法的人 他见到这里的第一句就说 十方三世佛 阿弥陀第一 他就会有个疑问 就说什么佛的世界都有分第一第二的吗 既然阿弥陀佛是第一 那是不是说释迦玛尼佛第二 又是师佛第三呢 那接着来第四第五又是哪尊佛呢 其实不是这样的 应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 自己就是最伟大的 因此每一位佛都是第一的 而世间上我们的人是有分贫穷富贵 但是在于我们的佛性和人格 通通都是平等 是无差别的 因此这个也是礼敬诸佛的意义 就是一种人格上的平等 所以如果我们在法愿文或者回向解之中 譬如说我们要发愿以这个佛号 是令到是回向给世间的大众的话 是能够离苦得乐的话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回向了 也就是回小向大 回自向他 回是向你 那这个呢 就是由自己一路普及到他全世界 现在我们要请他们来唱这个 大慈菩萨的发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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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随时弦 命中心放弃 本命在不见 千万切记记 共生记得过 千万要生死 如我独一见 无言烦恼传 无言法门修 十人无众生 众愿传活荡 虚风有几 我愿无求 清云无情 行动愿终止 十方三十一切 活力 一切不造作 得三 莫阿我耶 莫阿如明 有人问 这个佛教里面 佛菩萨那么多 我们究竟你哪一种符号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对到释迦牟尼佛 你念我美陀佛 一样的 你对我美陀佛 你念释迦牟尼佛 也一样的 你不要粉笔 我不是将我夫妇道同 夫和夫都一样不分别 他不像我们反复的人 你叫长青人 你都没有叫我李先生 他就计较了 你跟那个人行礼 都没有跟我照顾 夫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世界 有人就会问到佛教里面的佛菩萨这么多 到底是念哪一个佛好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算你对着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 或者对着阿弥陀佛念释迦牟尼佛 其实都是一样的 而不需要有一个分别心 原因就是我们所说的 根本上是佛佛道同 就不会像我们凡人那样 你为什么跟张先生打招呼 不跟我李先生打招呼呢 这样就会去计较的 感谢